仁爱山区在庐山往督达的平静桥 上午又发生摊坊了 敲到旁边的山坡上 土石大面积的坍塌 连同上面的树木也一起滚落下来 民众光是拍摄的时间就长达了一分多钟 这是上午11点多 再度发生了崩塌情况 阻断了道路通行 相当表示抗露台风之后 山区的摊坊陆续在修复 这个路段原本在12号已经修复 恢复通车 但是近日的下午又经常下雨 土壤的寒水量已经饱和 因此山坡很容易发生了摊坊 上午的这次摊坊又造成了交通中断 目前多达村要往外联系 得转往吹风方向通行了 好把时间交换给棚内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说明不见面有什么事 上午4点 以后是新闻的新闻 前面有什么事